2000萬 不扯嗎 會中頭台的都是電腦選號 會中頭台的都是電腦選號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K老師 祝大家新年快樂 祝年輕的大運 領完紅包之後要幹嘛呢? 當然是買刮刮樂啦 現在這邊是108年新出的刮刮樂 所以頭獎應該還沒有被刮出去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這幾種刮刮樂的內容吧 首先呢第一張是這一張 它是2000萬紅包 然後呢它這邊有一台車 就是它有一個獎項呢 會有一台車 真的是一台車零食車 凱莉老師是有多想要車啊 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就是大富翁 大富翁本人就在這下面 頭獎是500萬元 第三張那它的頭獎是200萬 下一個呢這兩個就沒有什麼好介紹的 就是平常都可以在路邊上看到 我買這個彩券從來就沒有中過 上面寫的50%中獎率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賺錢率跟中獎率到底有什麼差異呢? 我們等一下就來告訴你喔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彩券上面最喜歡寫的中獎率吧 中獎率是什麼意思呢? 顧名思義就是這張彩券會中獎的幾率 那中獎率究竟隱含了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其實你可以想一下 這張彩券如果是2000塊 中500塊它也可以寫在中獎率的範圍之內喔 所以其實呢這個中獎率越高 並不代表你會賺錢 那我們還是來算一下中獎率吧 首先呢中獎率的部分 是用中獎的張數去除以全部的張數 那根據我們從台彩上面下載來的資料 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最後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答案是50% 也就是說你有一半的幾率會中獎喔 再來第二個呢 就要教大家比較有實質意義的 叫做賺錢率 賺錢率過敏思義就是要參考這張彩券的金額 所以我們就會分成有賺錢的跟沒有賺錢的 所以賺錢率的算法呢 就是用有賺錢的張數去除以全部的張數 那再根據我們剛剛從台彩下載來的資料 算出來 你就可以發現這個半桌的賺錢率只剩下8% 從50%變成8%它的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呢不要再被彩券上面看起來很高的中獎率給騙了 賺錢率才是你真的可以賺到錢的機率喔 最後呢就要來帶大家算出期望值的部分 期望值是什麼意思呢? 期望值其實代表說你每做一件事情 他所預期得到的結果的值會是多少 那我們就來算算看期望值究竟該怎麼算 首先呢你可以在分子的部分 放總獎金 也就是所有獎金合起來的結果 那分母的部分呢 放的是你所有彩券售出去的總金額 所以這樣子一除呢 你就可以預期說你這樣買一張彩券可以得到多少錢喔 那我們這樣算了一下之後呢 根據我們的數據 可以算出它的期望值只有 0.62 0.62是什麼意思呢? 你每付出一塊錢 你只會拿出0.62回來 所以如果你這張彩券是100塊 那你只會拿62塊回來 所以長期而言呢 買彩券一定是賠錢的啦 最後呢我們幫大家整理的數據 就在這邊喔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認真的玩呱呱樂 比如說一次買兩本啦 或者是一次花10萬塊啦 參考背後的數據 有可能可以讓你賺到更多錢喔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把刮刮樂刮出來囉 先刮這個看起來最沒入用的 這張全部都沒有 這張全部都沒有 我的幸運號嗎? 這張我覺得阿姨一定是中 沒有中 我都沒有 我這張全部都沒有 最後一張 這一張是我們的 兩千塊 太扯了吧 這張全部都沒有中 會中投台的都是電腦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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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的戰況 我們花了2900元買了土張 包括了 會中投台的都是電腦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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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奉勸大家 機率是機率 過年好玩就好了啦 沒中 沒關係啦 來吧 最近影片就告一段落啦 希望大家都有曉算 瓜瓜葉數據的方法 不要再被新聞 或者表面的數字所欺騙啦 你知道這一集 還有用了哪些數學概念嗎 可以點進我們其他的影片 學習生活中常用到的數學概念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幫我們點個喜歡 想要看到更多的教學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K老師 祝大家新年快樂 明天見囉 掰掰 今天呢我們就是來認識一下呱呱樂 千萬不要被彩券上面高額的中獎率騙了 首先呢你可以看到這個 它是中獎的章數 出於全部的章數